不知不觉中,酷数已经来临,愿你所有的努力,都在此时受过辉煌,时光在岁月里不停流走,日子在航程中迈开了步伐,从此刻起,莫复时光,岁月更起,死气轮回,草长鹰飞,绿树成鹰,莫到岁月完,不说着,不虚度,不灭故王,不为将来,从现在起要善待自己, 在这个世界上,多关心下自己,学会问问自己的内心,将自己能够明白什么是重要的,什么是次要的,人生在世,没有追求会空洞无趣,追求的太多又会累,不要让现实的压力,世俗的功名压得喘不过气,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个你,多和内心沟通,多去善待自己,从现在起对自己好一点,多给自己一些掌声, 要懂得爱自己,健康让你的人生更精彩,呵护脆弱的心灵,活得快乐,才会健康,别被嫌脱垮的身体,从现在起要珍惜家人,这一世为家人,不知道是否还有来生,不要将生活的压力,工作的不顺心发现到家庭之中, 这辈子,父母已为你做牛做马辛劳一生,这辈子,兄妹如手足,是指心怜心,这辈子,最爱你的人已经让这份爱,转为心情和你牵手共度一生,这辈子,儿女是血脉与灵魂的延续,真爱家人,一世为人也只有一家人, 从现在起要保持年轻,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,而在于沿途的风景,一个人不管伟大或平凡,世俗的虚荣名利,都不必去太在意,关键是明白自己内心的最追求, 从现在起要保持乐观,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,去追求自己内心的目标,这样的人,永远年轻,永远最美,从现在起要保持健康,身体才是最大的本钱,身体健康是一切事情的基础,没有健康所有都是空谈,多少人用健康,用生命去换取金钱和名利, 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做西规律,勤于锻炼,健康的身体会能让你收获,更多工作的喜悦和家庭的幸福,乐观从容,笑看云卷云书,凡事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竟然是在听天命,但要记住,不属于自己的,不要去过分眼红和奢求,不必过分在乎结果,努力了就会有收获,用一颗乐观的心, 去笑看云卷云书,岁月极美,在玉塔必然的流逝,春花,秋月,夏日,冬雪,若是美好,叫做精彩,若是糟糕,叫做精力,带着全新的自己出发,从现在起,打起精神,以努力的姿态,要幸福的时光伴随昭明,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天,生活愉快,身体健康, 事业顺利,万事如意,应心得想,如意吉祥,和家平安,好运连连,美好生活陪伴您每一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